而目前您听过一个跟剧本有关的游戏吗 叫剧本杀 它在中国大红特红 这个游戏里面融合了角色扮演 推理破关各种元素 有玩家一个月要玩十几次 一个月也不过就30天 还有玩家完全把剧本杀 当成一个可以交朋友的社交活动 剧本杀的市场规模 2020的时候有人民币117.4亿 今年本来预估会冲破人民币170亿 但是红什么夯什么就会立刻被盯上 新华社报道说剧本杀这个游戏 充斥着宣扬暴力和灵异 又不限制玩家年龄 所以大陆各地在这个月 以消防安全的名义 突袭检查很多家剧本杀的游戏室 立刻要求停业改善 于是上百亿的人民币 剧本杀的剧本的市场立刻转了 穿上欧洲宫廷风服装 讲着剧本里的台词 这群人不只是在角色扮演 随着彼此互动还得解密 破关完成任务 光看拍摄画面可能很难理解 玩家在做什么 但剧本杀游戏 却是大陆年轻人近年来 最流行的社交活动 一点不夸张 大陆数据显示 2020年底 剧本杀市场规模达 人民币117.4亿 预计今年还将大幅成长 冲破人民币170亿 向上海这间游戏室 碰上节假日 场次全爆满 由于剧本杀 涵盖了剧本创作 服装化妆 场景搭设 有的还会加入零演 和影视行业有高度重叠性 北京就有制片人 放弃竞争 越来越激烈的网剧行业 改投入剧本杀生意 拍了200多部的网络电影 后来我们在想 网络电影可能也面临了 一个新的转型 剧本杀这个领域 可能跟我们要做的这个市场 有巨大的一个相似度 剧本杀是时间比较短 基本上一两个月 就周期就可以写一个本 还有许多领演 成了剧本杀里的关注 在没戏演的时候 转转外快磨练演技 就哭戏很难 特别是对着镜头的时候 很难很难 我能做到 我一坐下我就哭 也是不断在摸索 我自己如何去克服 很多演戏上的东西 剧本杀 俨然成了文化娱乐产业的 新风口 但就在大陆官媒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后 人民币上百亿市场的 剧本杀 瞬间变了味 我玩的一个剧本 它里面的一些情节 第一个是把人 做成一种畸形人 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 死亡的这种惨状 然后杀人的手法 它都会描述的比较清楚 新华社报道里的 剧本杀游戏室 不仅开在暗像民宅中 灯光灰暗 场景还有棺材布置 报道评论许多剧本 更充斥宣扬暴力 灵异 没有限制玩家游玩年龄限制 等问题 在这种剧情当中的话 因为孩子的一个模范性很强 那么他可能会将一些游戏当中的一些情节 他会迁移到他的现实生活当中 官媒报道一出 10月初大陆当局就下达各地 针对密室脱逃 剧本杀这类游戏室 严查火灾风险 在十一假期间 不少剧本杀游戏室 都迎来消防单位 突袭室检查 由于大部分剧本杀游戏室 都是租用一层楼 隔成好几个房间 进行场景转换 加上不仅要时常更新 几乎也都不符合房货要求 因此被迫停业整盖 截至2020年底 大陆经营剧本杀游戏室的门店 已突破3万家 如今行业被冠上 宣扬暴力 领异标签 官方监管将会越来越严 行业还没达到顶峰 先先倒闭潮 TBBS新闻综合报道